就是这张照引发网友质疑 照片中这瓶鲜卤前头标示是店家专用 然而翻个面 制造厂竟然是先前灭顶行动主角 然而还记得7天前店家不是财发公告 表示会持续和另一家业者合作 照片一出马上被网友抨击 质疑业者说一套 做一套 牛奶还是用味全的吗 但正如网友说的吗 实际直击加盟店 得到答案并非如此 业者使用的鲜卤 的确是声明会持续合作的那一家 然而照片中的鲜卤又该如何解释 眼看再次被网友讨论 这回业者不敢轻视 亲自出面澄清 业者坦诚的确有这瓶专用卤 然而只有一批 而且是在第一次事件爆发前已经制作 仅限部分店家有使用 且在21号当天 内网已经要求分配到的店家 不得再使用并全面回收 如今有照片流出 业者不想再追究 因为已经流血严重 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 苹果的业绩来衰退的话 其实基本上每个分店 已经衰退的时候会10%左右 然而看看业者第一次危机处理时 先是不满 原合作业者说鲜卤太贵 因此改和另一家业者合作 然而招来网友抨击后又赶紧来口 会和原先业者继续合作 反驳的态度 公关危机处理第一时间就错 事上国外也有案例 知名汽车品牌福斯 因为隐瞒作假 旗下汽车会排放废弃的超标 直到事件被抓包 遭官方痛罚1000亿 品牌现任度因此大伤 该以此为戒 既然我们看这件禁语 台北报道